此次地震将给土耳其带来哪些影响 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大的余震呢 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品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这次7.8级的大地震是全球今年发生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地震发生的时刻为当地时间凌晨4时17分 大部分人员都在室内 很多人可能还在睡梦当中 房屋里的人员来不及反应 可能就被倒茶的房屋所埋压 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也比较浅 震中的烈度可能会达到9度 从已经传来的影像信息和相关资料分析 当地的房屋建筑总体上抗震能力比较差 综合考虑上面的因素推测 这次大地震很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灾害 包括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土耳其位于欧亚地震带 收到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 以及沙特阿拉伯板块的强烈挤压 大震活动频繁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灾难性的地震 特别是1999年8月17日 在土耳其西部的伊兹米特地区 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 造成1.7万人死亡 4万多人受伤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今年以来欧亚地震带的地震活动 较为活跃 印尼位于欧亚地震带的区域 今年多次发生破坏性地震 包括今年1月10号发生的7.6级大地震 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 引进土耳其东南的伊朗西部地区 今年1月份以来 也连续发生了3次5.5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 这次土耳其7.8级大地震之后 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余震 根据对过去的资料的分析 不能排除后续还会发生6级 乃至大于7级的强烈震 一般来说主震之后 房屋建筑的抗震能力被削弱 更容易发生倒塌和伤人 另外呢 这个震区位于山区 余震引发的滑坡也会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尽管当地现在是属于 非常寒冷的这个冬季 那么这个大家也要防范 这个余震的发生 对这个公众带来的伤害